《慕能力》 全家和《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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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法说起来很简单 就是要你也有信心 业力就是念头 善念是善业 悟念是悟业 佛法讲得最清楚 整个宇宙从哪来 自己心向神? 离开心向 一切话都不存在 念头住在一切 你要改变它还有念头 这就是没道理 念头必须到什么时候 你才能够控制它们 如定 如定功 你就能控制念头 定功是什么呢? 是因念不慎 没有分别 没有妄想 没有具处 这就是真谛 这八万四千法门 统统都是修 戒定慧 正观用 现在的宗教 有危机 危机是从 放弃了戒定慧 有人专门研究的 我当时也没有修 修库的研究 也研究经典 他没有找到我 没有戒定慧 那个佛法就是假的 不是真的 佛不成愿 真正落实到戒定慧 我效果很明显 真的是心相思成 学习最大的障碍 就是我 有我 就不行 我是假的 根本就没有我 你要治住一个我 就坏了 宇宙也不是真的 凡所有相 皆是修好 能利益皆相 就是得清净心 真正修戒定慧 那就是佛会双修 佛法里面的利益 头一个 健康长寿 又得到 智慧先前 六根结束六神境界 眼睛似耳闻身 起什么作用 身智慧 身智慧就什么都没有了 这就是今天讲的科学 科学要通过很多事业 佛法不要的小东西 妄想分别 这就是方向就是 这它高明解法 正能解决问题 要有人不得讲清楚 讲明白 天地人要去练 要正干 果就现前了 我们现在看很多人 迷惑 颠倒 造业 他不知道这个夜暴 很快就现前 因为说明不成 现前了 问题就来了 这些事情 这些年来 发生了很多 谁抄都最有效 自己抄 自己认真 如理如法地修行 那才是最有效 别人有再好的功夫 给你回想 就像吃东西一样 吃完吐了给你吃 就这个味道 所以佛法的功夫在哪里呢 在放下 那一般人问题呢 就是放不下 问题在这 还自以为师 这麻烦就大了 利益众生 越多 功德越大 要人家得真正的利益 所以奖金的功德就大了 奖金多少人听 多少人听明白了 多少人依教奉献 那这个人数越多 你的功德越大 在现前 你所得到的长寿 这个长寿不是你命中的事 你没有这么长的就延长了 一百多岁 很多都是修得的 修得的 修得忘念什么 所以依据阿弥陀佛的功德 不得了 你一天二十四小时 脑子里的阿弥陀佛 没有别的东西 是大修行人 一天晚上你会念佛 再拜佛 念经 送经 甚至于讲经 还有妄想 还有杂念 小谷就没有了 就全都冲掉了 今天修功得容易 比古人容易 故事会有机会 很难遇到 现在机会到处都有 只要你能够掌握住 你认识他 掌握住 你最想要下一天功夫 这就果报 不可思 那年五月办汉学院 这功德得好 大自拉尼 汉学院 在中国 成长五千年 现在这个时代 现在这个时代快要断了 没有人都文字学 没有人学文言文 古书摆在面 也看不懂 这就大问题了 那半汉学 我们培养批年轻人 让他沉床下去 文字学不中断 文言文不中断 这是拯救五千年传统文化 老祖族 辛辛苦苦留下来 我们绝不能是看到 在我们这一代断掉 那这就是最大的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